- 黑金造型的開一登場 - 黑金造型的開一登場 - 馬上就受到大量玩家的注目 - 黑金造型的開一登場 - 黑金造型的開一登場 - 雖然他的外型跟艾克斯很類似 - 但他那一抹淺淺的邪惡笑容 - 但是他那一抹淺淺的邪惡笑容 - 是不是也讓你覺得好像我那裡不太對勁呢 - 今天就讓我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- 他在系列作中的設定吧 - 威力博士從萊德博士那邊偷取了 - 正在開發中的艾克斯的設計圖 - 並且製造出了Kai的半成品 - 但是因為艾克斯的思考回路非常的複雜 - 導致他們在開發圖中就遇到很大的困難 - 所以威力博士就放棄了開發 - 並且就讓這個半成品就此沉睡 - 直到在X2當中出現了反擊獵人組織中 - 擁有高超智慧的薩加斯 - 無意中發現了沉睡中的半成品開 - 於是他喚醒了他 - 並且在他加以改造之後 - 讓他正式加入了反擊獵人 - 而Kai在經過薩加斯的改造之後 - 他的外型已經跟威力博士當初設計的截然不同 - 同時因為科技進步 - 他的性能也大幅要緊 - Kai的性格傲慢而且非常的好戰 - 同時還冷酷無情 - 另一方面又因為自己身為複製品而感到自卑 - 嗯?這是不是跟某個角色的設定有一點類似啊 - 雖然Kai有設定在 - 但是在DEVE裡面他是初次登場 - 因此他的技能非常的霸道 - 不但能夠獲得無敵盾 - 還能讓玩家失控 - 還可以回復HP - 是一個實戰派的角色 -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炸 - 我們下次見 - 嗯? - 嗯? - 嗯? - 掰掰 - 嗯? - 嗯? - 嗯?